香港總算是已經全面復常了 重新打開連接世界的大門 歡迎世界各地的旅客來香港做生意 找商機 而今天我們也來到一個門常開的地方 營會早報 找一找我們熱界的庫務官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邱應華局長 談談香港經濟復甦之路是怎樣走下去的 今天真的很開心請到我們商機局的邱局長 在白忙之中接受我們廠商會的訪問 邱局長 今天真的很開心 你這麼忙都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想問一下 三年艱難的歲月過了 香港終於苦盡今來 最近零數據 訪港旅客的數字 以及失業率的數據等等 都顯示了我們香港經濟是逐步逐步的復常 唯獨貿易的數字仍然不太樂觀 這件事我們對做廠商來說 感受最深 不少會員都反映訂單數量仍然遠遠不像以往的水平 想問一下局長 你怎麼評估香港的貿易前景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 又是什麼機遇香港的企業應該怎樣自處呢 因為之前香港和內地風間 不少廠商或者出口商 轉了去其他國內的港口 甚至去了東南亞出貨 不經香港 就算現在跨境的物流恢復正常 都未必回到我們香港出口或者轉口 因為再沒有這個必需的了 長此下去 怕不怕香港作為貿易的樞紐 這個地位是會受到威脅呢 OK 首先 大家好 今天很感謝市會長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上來和大家聊聊天 大家說一下香港的商業情況 剛才這條問題都很貼切的 其實在過去這麼多年經過疫情底下 香港整體的經濟都受到一個很負面的衝擊 但大家都知道現在所有的防疫措施已經解除了 口罩都可以不用戴 還有兩地通關已經是復常了 人流已經一路一路恢復了差不多超過一半的水平 直通車 高鐵又開通了 證明整體和內地的連接是一步一步恢復正常 我最近也有去過大灣區去看當地的實質經濟情況 剛才會長說到貨物貿易的量是有一個下調的趨勢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和過往對比貨物量下調的幅度都大 但是在1月已經比過往跌得少了 2月的情況也有改善 和跨境貨運現在復常了 過往為什麼在香港的貨物出口有這麼大的影響 就是跨境貨運都停了 現在復常之後其實還有些問題要解決 第一 航班量是不足夠的 很多貨物經過香港出口都要經飛機 飛機的運載量到現在都未回復以前 都未到一半的運載量 這個對貨物的出口也有一個影響 其次就是地緣政治關係 以及整體全球的經濟 一個衰退的跡象 以及息口高期 在歐美都遇到很大的問題 剛剛在美國還有銀行說倒閉 還有一個供應鏈 也因為俄烏的戰爭問題影響到生產 尤其是在東南亞或者在內地的生產 是受到一個影響 那變成了整體來說有很多因素 令到那個訂單在過去跌了很多 但是相信在現在的情況 香港經濟恢復 香港又跟內地已經是通關了 我們去遠東南 看到我去了柬埔寨 又去了越南 又去了泰國 那我們相信那方面對香港的訂單 一定是會又回來的 還有過往可能香港 因為跟內地的跨境貨運那裡停滯了 很多貨是經某一些渠道去了別處 但是我們要記得香港的優勢 香港的優勢是我們一個航空樞紐 還有我們一個海運都是很豐盛 我們的航空業是可以連接到世界二百多個點 這個地位是很難去取代的 局長 之前封關 人才和外流流失情況的問題都非常嚴重 根據統計 過去五年在香港設有一個地區總部 地區辦事處和當地辦事處境外公司 正在持續減少 去年更加跌穿到九千間 有些評論都認為香港的競爭力 正在減退甚至被敬敵我們的新加坡 你對這些評論有什麼看法 或者你認為香港有什麼優勢 可以吸引這些外資和人流回來呢 未來政府是怎樣鞏固和對外宣傳的 這些對香港的一個宣傳優勢 這個我一直都聽到的了 我未入政府之前大家都是這樣說 在疫情下就說很多外資就撤資了 走去新加坡各方面的事情 根據統計數字其實在香港的外國公司 包括一個地區總部 地區辦事處或者在香港設立的公司 大概有九千間 根據調查有百分之七十幾 都是希望在香港繼續擴展的業務 過往有大概18%到20% 就是停滯 沒有考慮再擴張 但是這個數字現在跌了 只剩下16% 就說我們還要考慮 但是那個在香港繼續擴張的想法 現在就持續在七十幾% 還有就是離開了香港的公司 大概都是只有3% 還有看有公司離開可能很多原因 未必真的說去遷了去新加坡 但是也都看到很多 新的公司是來香港的 整體來說流失大概是3% 就在疫情底下 香港為什麼好呢 那個稅制也好 那個經濟自由 那個民生也好 那很多外國的朋友 都很適應香港的生活習慣 加上我們有一個很強的優勢 就是我們是背靠組合聯通世界 我們經過香港進入大灣區 這個考慮點 是其他國家沒有的 那你大灣區有八千六百萬的人口 GDP差不多是全國的GDP 大概12% 這個數值是很驚人 所以如果你說要做生意 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平台 進入大灣區 這個是無可 無敵的 還有就是我們和澳門和內地 簽了SIPA 一個緊密合作協議 任何公司在香港成立 進入內地做生意 我們都可以享有這個SIPA的待遇 還有我們不停地優化這個SIPA 這個協議 可以令到香港做生意的機遇更加多 我覺得我們香港 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的 在位置方面已經比新加坡 有很多人香港和新加坡去比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樣 我剛才這麼說 因為我們香港的地利位置環境 背靠了各面向世界 我們只是一河之隔 而新加坡是一洋之隔 所以環境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以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都去了新加坡 但是他們覺得現在慢慢慢慢 都是繼續想著回來 因為各方面的環境等等 他們都要適應了之後 覺得那邊可能是有些不太適應的 好了 除了鞏固營商的優勢 我們知道政府也都主動來出擊 成立了 引進重點的企業辦公室 招攬世界各地的具代表性的 高潛力的重點企業 落戶在香港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或者其他搶企業 或者一些措施的成效是怎樣 未來還有什麼政策措施 吸引更多企業來香港發展 這個搶企業搶人才就是 行政長官就很有一個動力 要我們去搶企業搶人才 所以就成立了一個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在財政司司長帶領下 也都是成立了一個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的諮詢委員會 辦公室在去年12月已經成立了 那個諮詢委員會 也都在今年2月開了一個會 就給了很多指引 我們在搶企業那裡要怎樣做 搶企業大致上就是高科技 人工智能 生物科技 大數據那些方面的 就是希望在長遠來說 將香港整體的經濟一個轉型 將香港整體的產業 走去高科技 這個是一個很重點的轉變 還有搶企業去搶人才 我想大家都聽到 就是那個有高財通 一百強大學裡面那些畢業生來香港 就沒有什麼條件的 或者你年薪250萬又可以申請 那個受歡迎程度很厲害 就是爆了 那一批都批不及 盡量就是盡快批 還有在這個人才培養方面 或者是爭取人才 所以在外地來到香港讀大學的畢業生 他讀完大學之後 有兩年的簽證在香港運工 那這個都是希望培養 多些人才留在香港這一方面 為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那在整體來說 就重點企業辦公室成立了之後 已經跟超過一百間公司去談 那這些公司在這個行業裡面 是龍頭企業來的 那但是我不可以現在透露 透露之後被人搶了又不行 那還有就是 除了重點企業之外 我們投資推廣柱 都有個KPI 你知道特首說KPI 而結果為目標 我們有個KPI 在三年內要引進一百 一千一百三十間的企業 來到香港 所以你看到整體來說 在一個經濟發展 都是很有目標 是怎樣去打造香港未來的經濟 同一個高科技 和一個其他的商業的增長 都是有一個策略性 在行政長官指導下 我們做好我們的工作 除以國家 比香港 定位更加開放 和一個創新科技的中心 香港一向都是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 共野一路的全世界 一些精英在 而且香港也是一個自由貿易的港 我覺得經今天局長說 我們香港未來的 在一個創科的領域 一定能夠領先全球 好了 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多謝優局長 跟我們分享 這麼多 在他對香港經濟的重新發展的看法 而在下一集 優局長會繼續跟我們 講講未來香港的 什麼發展和部署參與國家的雙循環 以應對複雜動盪的國際形勢 記住留意我們的頻道